所以我們跟你講到 在長江隱岸 很多的大壩街都受不了了 不斷的把這洪水洩洪出去 洩洪出去 現在問題來了 就看到 現在出現了很多淹色湖 還有 現在看到了很多的城鎮 很多的商店 他根本沒有下雨 結果水都淹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上游洩洪了 高姐 目前中國大陸的這個災情 可以變成是複合性的這個災難 為什麼這樣複合性的災難 你看 這是湖北恩斯這附近 因為上游不斷的下暴雨之後 出現土石鬆動 整個整片這樣的土石 就這樣整個滑下來 就滑下來之後 寶姐 慘的是什麼 他滑到水稻的地方 滑到水稻的地方 他就堵住了水稻 你看他堵住了水稻之後 上游變成是個淹色湖 所以現在變成是上游 很多淹色湖存在的這個狀況 這就慘了 他萬一淹色湖倒了之後 或是說淹色湖破了之後 那整個水下滾下來之後 那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就變成是上游 大家都說 一堆大水盆在上面 已經又形成一個新的淹色湖 所以這時候怎麼做 下游 譬如說在這個河流的上 下游有一個這個大龍潭水庫 他現在怎麼辦 他就趕快把他水清空 趕快洩洪 為什麼趕快洩洪 萬一這個淹色湖倒了之後 他這個水進來之後 我趕快 我還有這個UB的空間 可以讓這些水進來 所以那整個中國大陸 那你看他又把這個水往下放 那下游的話 水那當然更多 所以變成是一種 惡性循環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這樣講到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城市 像恩師附近 大家想說 恩師現在已經 你看這是恩師非常重 這個一條馬路 我跟你講 都已經塞 已經淹到這個樣的程度 那中國大陸官方的報導就說 因為這個恩師附近 來下大雨的關係 所以導致這個水 完全都淹在這個水中 可是寶傑 我們仔細看 你看這個整個恩師的畫面 你有看到他在下大雨嗎 沒有 根本沒有下大雨 所以你在說 那你到底真的是 因為下大雨的關係嗎 那水怎麼來的 當然不是 為什麼不是下大雨的關係 你看他們就說 住在恩師某一個民眾 他就說 我們今天這個時期要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突然之間接到相關的人員就來說 你啊 劉寶傑 你趕快把你的這個重要優惡打翻帶帶 離開這個地方了 趕快離開 對 要離開 因為這個地方未來可能會淹水 他怎麼會知道淹水 所以嘛 就是因為上游泄洪的關係 所以上游泄洪趕快通知下面趕快跑 對 泄洪你就知道 這個水到底什麼時候來 如果真的是下雨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他什麼時候會淹水 所以你剛剛看到這個淹水 對 十分鐘的時間 不到十幾分鐘的時間 就整個淹上來了 對 他說 他們還顧得滿準 我們離開沒多久之後 水就真的來了 那就是因為泄洪的關係 他就說 我在這邊工作那麼久 甚至我們長輩在這邊這麼久 他說從來沒有看到 淹成這個樣子的狀況 最重要的這個水 真的是一個複合性的災難 因為上游的水不斷地泄洪 那泄洪的關係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看到很多房子 就不幸倒塌了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恩師附近的一個民房 這是他們在浴江這附近 結果沒想到因為 整個土石完全鬆動之後 你看整個房子就這樣硬生 就啪 然後就倒到這個水裡面去 你看這個很多很多房子都是這樣 因為撐不住 因為他們又蓋在河邊 河邊的水太多之後 土壤都完全含水量太高之後 一個鬆動之下 全部都出現 甚至有出現龜裂 甚至倒 甚至全房倒閉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講 恩師湖北那附近來說 也是中國非常重要的 玉米還有茶葉田的這個地方 結果都沒了 現在完全都泡湯了 現在完全都泡在水裡面 你可以看到 完全泡在水裡面 茶葉什麼完全都 今年的農作物 大概就完全泡湯 那他們當地人也是叫虎連天 說糟糕 我們現在 你看他說原本的 我是這個茶葉 他說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小水庫一樣 他說完全是幾乎這個 完全是今年的收成 完全是我們沒辦法 比較低窪的地方 全部淹水了 玉米我跟大家講 現在最糟糕的是什麼 我們曾經講過 長江有二號洪峰了對不對 現在第三波的洪峰準備要來 第三洪峰來了 好他說他們就說 他們預估說 新一波的準備在這幾天會來 那這幾天會來的時候 所以你看他們出 他們現在出了 又開始大量出 四萬了 原本是三點三萬 現在開始出到四點四萬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可能這一波搞不好 進水量會到七萬一 所以這個整個 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趕快要 從五萬 六萬要七萬一了 所以趕快要把這個 能夠出了 就趕快把它出 那你出到下游去的話 恩斯那些地方 當然就倒大美 為什麼他們目前為止水退不了 好 那我就跟大家講 那我們看 之前三峽出水 三萬五千立方米的時候 底下就淹得差不多 現在已經到了四萬 然後現在入 又把你蓋牌了 那如果入到七萬多的時候 那你想要卸多少 所以下游的壓力 真的相當大 但是我覺得對中國 的壓力來說 更大的是什麼 不只是長江 現在連黃河都這樣 黃河現在已經發佈 第二號洪水 我們知道長江有第三號 黃河現在有第二號 你看第二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是他們在黃河沿岸的地方 用空拍圖拍下來的畫面 你看這人都在這邊對不對 那這些很多是沙包 他們在這邊堆沙包 準備要堆沙包 黃河現在在堆沙包 沒辦法 因為黃河現在水 真的太大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可以看到 他黃河那邊有一個 小浪底的這個水庫 他目前在進行一個洩洪的 還在洩洪 那你就知道 所以不只是 我們知道不只是黃河 那就小浪底 對 連淮河也是這樣 還有海河也是這樣 所以你看 中國道現在主要的河流 全部都是在氾濫 那除了這個之外 保潔 我知道 中國道現在真的是面臨到 冰火兩重天 怎麼冰火兩重天 我們講到長江沿岸 黃河沿岸 淮河沿岸 全部都在淹水對不對 但是廣東呢 廣東怎麼了 現在出現乾旱 乾旱 保潔 你知道 這是廣東這個接壤地區來說的話 你看他們就說最近 他們說從今年大概從五月到六月到目前為止 幾乎沒有下雨 滴水未收 所以你看 我們上面長江是這個 這個汗 勞災對不對 你看現在完全是空的 他們的水庫完全是乾旱 完全是乾乾的 所以非勞即旱 對 你看這個廣東的農田 你看已經完全這樣子 甚至當地人就說什麼 我們這三個月來的時候 甚至這幾個禮拜 他們說什麼 他們一天有水 兩天沒有水 甚至很多這個中小學 也是一天有水 兩天沒有水 輪流供水 他們說現在已經 你看這個是 他們都輪流到街上去拿水 準備要打水這樣子 廣東要排在這零水 對 沒有水 所以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好 那我們再講往北一點 這是在這個東北 東北也是出現乾旱 乾旱的時候 乾旱到什麼程度 他們今年的作物 因為目前三十八度 你知道曬到什麼程度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把這個葉子這樣一捏 完全就碎掉了 因為已經太乾 完全沒有水分涵養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農作物上面 幾乎地上完全都是乾乾的一片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面臨到 真的是乾旱 還有這個勞災 兩個併存的一個情形 好 正好 剛才講的 中國大陸你的水庫 不但沒有蓄洪的功能 現在不斷地洩洪 不斷地洩洪 對於下游 造成非常大一個災難 現在另外有一邊在南亞 南亞我們知道 在喜馬拉雅山周圍 它蓋了很多的大水壩 而這些大水壩 現在也被南亞 包括孟加拉 包括了印度都說 現在他們的水壞 都是那些水壩害的 沒有錯 就講雅魯藏不僵 雅魯藏不僵 上游在中國 下游在印度 過去中國跟印度 是有所謂的水文交換協議 譬如在每年雨季 5月到10月的時候會共享水文 中國會PASS水文給印度 結果忽然在2017年8月後 印度再也沒有收到水文了 然後沒有收到水文的時候印度去查 就中國在上面蓋了一大堆水壩 最有名就是莫托水電站 對不對 一直強烈要蓋 要蓋 正在蓋當中 這莫托水電站蓋起來有多大 觀眾朋友 五倍三峽大壩之大 如果這麼大的水電站 講啦 我們討論三峽大壩 討論一個月了嘛 對不對 五倍 五倍喔 如果這東西莫托真的給中國蓋成的話 整個雅魯藏不僵 誰說了算 中國說了算嘛 所以說印度的官員特別說 在過去中國還沒有在那個上游 密集的蓋水壩之前 每年了不起也一次兩次 現在很明顯 三次四次家常便飯嘛 所以印度人對於這件事非常非常感冒嘛 然後呢 所以他們現在在阿薩姆省大淹水 他們就覺得跟這個有關係 當然 因為現在剛好偏偏又是印度的雨季嘛 六月到九月印度東北的阿薩姆省 沒有水 不在湖中間 然後完全都是小山丘跟小丘陵耶 那村莊變成這樣的話 那不是很離譜的狀況嗎 等於是我居住的地方 不是說我淹到腳踝 不是說我淹到一樓 而是我房子整個被墨頂 然後我的鄰居住比較高海拔 才稍微看得到耶 而且那種村莊那種 你看那種泥石流啊 洪災泡水生活 人要住在這個水裡面 對啊 你看他泡水在水裡面生活 這些都是在印度真實的狀況 我們之前看到中國什麼在水中打麻將 我們會想笑 可是這個我們會想哭 因為他們是真正的沒有任何的基礎建設 然後我們甚至有看到一個人被洪水活活沖走 你看這個活活沖 你看那個洪圈圈 那個水中間有個人的 那個拿一個繩子 他就在那邊一直撐 一直撐 旁邊的人根本沒有辦法救他 你看他就是一個人耶 然後旁邊的人就在看 然後一直在呼救 可是他手上就是繩子沒有辦法 然後他就被水沖走 再也看不到人 這就是印度的杯葛啊 而且我們看到那種印度很多房子 你看... 他掉了水也沒辦法救 然後就真的不見了 就證明這是活生在印度上野的杯葛 而且印度那種地基其實坦白說 不是 一堆人在旁觀不知道要幹嘛 他沒有辦法救啊 你看這印度地基也是印度杯葛 你看水一直沖 他蓋在河邊的房子 地基就在被掏空 一直掏空... 結果是我們觀眾朋友注意看喔 掏空你看 馬上整個房子就垮 其實都是他們賴以為生的家園 就這樣子被洪水侵蝕了 然後印度阿上普 方有個國家公園 是野生動物的國家公園 我們看印度國家公園的動物 你看全部都在奪水 動物對於那個所謂天災啊 人或者感應最快 所以洪水要來的時候 你看這些動物全部都往外跑 趕快跑 甚至犀牛 我們看到犀牛直接跑到大街上 你看這個東西不是癢的 都是從國家公園跑出來的 等一下 印度的路上有犀牛 就是國家公園跑出來的 國家公園跑出來的 而且我們看到裡面的國家公園 還有大象 大象什麼 全部衝到村莊裡面去躲 躲水 你看大象全部在村莊裡面 你看他們也是拔山 射水砍出來 因為本來都沒有水的 甚至我們看到老虎 老虎躲到民宅裡面 嚇都嚇死了 老虎躲民宅 老虎躲在民宅裡面 嚇都嚇死了 跑去民宅裡面躲水啊 所以說現在變成這樣 洪水一來 洪水來了 這些動物要求生存 求生存以後 就跑到村莊裡面去了 趨吉避兇 因為這個 國家公園有95%的部分 被洪水淹沒 所以說那個園區統計 有166種各式物種 都泡在水裡 可是我們看到有比較悲傷 是最後有些動物來不及跑 還是被淹死 有老虎的屍體泡在水裡面 等等的 所以現在你看他們 正在打撈動物屍體 就是要把那些動物屍體打撈 希望可以看集中火化 水來得太前 他們都被淹死了 因為我們剛看到那些畫面 是走得掉的動物 可是有些動物來不及走 其實都被淹死 所以現在這個化物是工作人員 在拿一個小舟沿路 在打撈那些死掉的屍體 可是問題是 這些東西其實未來 未必一定要發生 因為很多狀況 可能都是因為中國在上游 蓋了太多水庫 導致雅魯帳目漿 或者是一些印度的河流 失去的調節功能 才會造成今天的悲劇 好 剛才講的 現在全世界受到疫情 受到經濟的衝擊 還有整個環境的改變 讓你實在受不了了 沒有講的 俄羅斯冰火二重天 一方面大水災 一方面森林大火 對 前兩天的新聞標題 就是俄羅斯在水深火熱之中 水深火熱 一般我們講西伯利亞 大家印象就是冰天雪地 對 那個百年來 測出了連續幾天的高溫 35度 所以以前那個冰天雪地 已經沒有 對 那麼最近畫面看出來 你看這個是在北邊 這個在北邊那個叫沙哈共和國 沙哈共和國熱到 你看雨林 全部都是大火了 連燒幾天 連燒了大概1000公頃這麼多 那麼這個大火煙燒 科學家認為它叫做殭屍火 為什麼叫殭屍火 它不是夏天燒 它會持續到冬天繼續燒 所以它整個這樣子 那麼反觀 它的西邊 靠著這個黑海子這邊 那麼港城這裡竟然怎麼樣 開始大水淹沒了 這都是俄羅斯 這個大水淹沒整個房屋 或者這個車子都滅頂了 所以這一邊大火冰從天 那這一邊呢 這個大水 那麼除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大火 大水之外 你看俄羅斯它的牧場 已經 我們以前看到這個蝗蟲 以為是印度 中國 對不對 現在整個俄羅斯除了大水大火之外 這個農場 牧場一片 以為是這個大火的煙嗎 不是 它全部都是蝗蟲 這是蝗蟲 俄羅斯也有蝗蟲 蝗蟲過境 大軍入境 所以整個都吃掉它的農作物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我們看到蝗蟲這樣飛 最近呢 這些全世界都有蝗蟲 都有蝗蟲 你看看這個蝗蟲之外 我們以為說這個 只有俄羅斯嗎 你看喔 英國 英國最近出一個怪的現象 什麼怪的現象 以前在英國上空沒有這樣子 偶爾少部分呢 英國的這個氣象衛星照出來 以為是雨雲 整片的雨雲 蔓延了50公里這麼大的雨雲 以為這個要大雨來了 發現了這個台灣人所講的 大水高壓嘛 就是夏天的時候 水氣中的時候 這個飛魚 會飛的螞蟻這麼大隻 對 它成群結隊的 在倫敦 肯特郡 薩克斯郡 全部蔓延了 你說現在在英國滿天都是飛魚 滿天飛魚 它從氣象衛星拍到 以為是雨雨淡 對 而且移動了這麼快 那年的50英里這麼多 那麼整個這個過程當中 科學家以前認為說 這叫飛魚的結婚的這個 配 交配的這個過程嘛 叫飛魚日嘛 不過因為氣象異常 大量的這個飛的螞蟻出現了 這麼多 這麼大的 那除了英國這樣的情形之外 其他各地也是這樣子 還有什麼東西 除了這個英國的飛魚漫天飛之外 你看看天氣熱道 連很多國家 包括你看 美國都訂出什麼叫做 叫做這個酷熱指數 美國大兵現在也是這樣 不是只有這樣子 台灣這個不超出操 所以現在聯合國公布了 現在這個危險的季節 人類將難以生存下去 因為將來夏天一到之後 大火 大水 甚至永動土的溶解 二氧化氮大量排出來之後 這個接著人類不管怎麼 到了夏天就難以生存 那個工人也好 沒辦法工作 農聯沒辦法下種田 包括醫院也是 因為黃護衣都沒辦法穿得太熱 所以整個環境的改變 造成整個地球人類生存空間的危險 封寸